大家看到了, 观音亭不是九号报道的终点, 终点在这里, 1.6公里, 哈哈, 原来真是这里, 刚才也猜是这里, 因为前面却是 0.1公里, 本来走这么远, 只有0.1公里, 大家知道了, 这里就是大坑九号报道的终点站, 这样 82 十 upfront, 走完整条大坑九号报道, 现在落山, 哈哈, 这样回回往十号报道的终点, 等会我巡ź采到十号报道就落山, 嗯, 这里又是十号的终点,刚才来那次现在我巡ź到这多了去, 稍後, 现在要你要雨上去, 啊, 這裏又是十號登山步道的終點 不過現在我會循循十號步道下山 這段路是比較多石級的,是比較辛苦 九號是比較舒服的 不過走這段山,循循沿路走就很悶 下山 好,下山了 下山大概走八個小時 現在1.9 好,2點 2點半左右 哇,這個大斜彎 好臭 下一陣子有條標距柱 現在是倒數 大坑10號步道 全場1.2 短一點的 或者是1.6 1.2 現在走到0.1 倒數 K100 什麼意思 這段石仔 啊,鞋子不用要了 這段石仔呢 當石仔呢 鞋子呢 下山之間呢 走到旅行呢 賺包那個膠 啊 鞋子都很便宜 鞋子 有些人說 走山,馬上鞋子好一點 走的時候舒辱一點 走得遠一點 我差不多而已 我這裡一百元都不用 哈哈 鞋子都不相信 走山要求 我小時候踢著拖蝦 白飯魚 走山,走幾公 走成條 完全孤道 哈哈 啊 啊,有一條標葵柱 啊 走到0.2 啊 那這裡呢 我想應該走一下 啊,兩邊 是一樣的 不知道是不是 啊 啊,這裡是觀景台 沒什麼看的 全部都蒙茶茶的 啊 啊 都不上去了 沒什麼看的 從這裡開始 就是讓它走樓梯下山的 所以它雖然是距離短 但是很斜的 比較辛苦的一段 啊,慢慢走下去 沒什麼 當然 走上去呢 就比較辛苦 的 我們現在走下走 就比較 縮一點點 啊 不過向下走呢 鞋子都會很辛苦的 啊 向上走就比較 沒有那麼傷鞋子 啊 因為向下走 每一下呢 它是三倍的 體重的力量 向下咀 啊 啊 你當我百三磅 來講 三個幾磅 脫下咀 它每一步都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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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它就沒有那麼斜 啊 啊 跟著它就沒有那麼斜 啊 那一邊走就沒有那邊走 呢 看看這條路 剛才那條9號有零度 這條路也有1.2 其實沒有難度,不過是斜點 因為撞得很漂亮 一直都是向下的樓梯 不過慢慢走就沒什麼 不過下雨就比較危險 不過有很多防滑線都不會危險 慢慢慢慢走 這條路比較斜 大概有1.2度 不過慢慢慢慢走 都是一樣的 走完這條這麼尺的樓梯 接著就變了 這段路就好很多了 好秋多了 哈哈 哇,是不是這段路的多精彩 這段路是一個小河 秋夏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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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要上上落落 其实它应该不止是1.2公里 这种方法可能是继续线 有绳子让你拉上去 怕老人家的脚不够力 要扯掉它 现在开始下山 两点钟朝着太阳走 比较辛苦 哇,这一块多棒 车到阿救命 长命向下的楼梯 接着这一段下的楼梯 是很斜很斜的 我想 接近80度 差不多直角的 哇,多棒 哈哈,感似像行山的 不过这一段都超危险 还是不好拍的 拉住下去会安全一点 哈哈哈,不是一线 这一段就是 超斜的楼梯 大概六层楼 那麽高了 大概80度左右 几乎接近直角,很难逛逛 不过下来也很容易 这段就容易很多 又轻松了 它是扶手的,很危险 拿着它走 好 接着,全程都是向下的楼梯 哈哈,以为全部都向下 有一段向上的 看,刮山 当然 有点难处走 这条路也不要走 先走九号步到上山 然后旋回九号下山 便会很舒服 这段路是很辛苦的 很万法呢 继续上山 挺累的 继续上山 哇 要两点半 粒肉很快 看 这一段挺好咸的 不是又上山了 真的有上山的 这段路怎么这么赶呢 上一趟落落的 好像是走错路 不要留下 看 又是在上面 没错 10号报道 请往前走 又是上山的 不停上山的 搞什么鬼 又上山的 一直往上走 越早越高 现在是下山的 怎么搞错呢 等一下 先经过迷人 是不是一两条路上山的 10号 我说现在上山了 上完一段又一段很长的 樓梯 然后来到一条烂泥路 好 这些是烂泥路 好,來到分岔路口 不知道走哪條路 問了人呢,下山是這條路,就對了 應該跟著好走,不會再上山下山 看,多好走 看,有條標渠柱,已經看見 已經很久了,還剩下0.3公里 很快 0.3公里,應該兩個字都不用 這段路好像紅樹林,哈哈 這邊有涼亭 算了,不休息了 盡快下山 哇,這段也是很斜的 又是急車在下面,看到嗎 又是,這叫霸道 這條很斜,收起相機 各位 走到這一段,我想最邪的樓梯 我想應該到山下面 看到了,大坑10號報道 還有0.2公里 差不多結束了 OK OK 唉,打算走完這一段 這麼長,這麼斜的樓梯 應該到山下面 不是啊 還有料到 還有一段很斜,很長的樓梯 好,慢慢走 好,慢慢走 好了,應該差不多 聽到車聲了 人聲聽到一點 應該差不多到山腳了 我想應該是 快要回來了 這個段 fondament 很輕鬆 可以很易走 看人的聲音 聽到人的聲音 CAMMY大聲的聲音也聽到 下面的路也看到 今天有些人 拉 來 拉 拉 來 主要多裝 看看到下面 攤貨物的 應該是橡膜,紅藍藍 到了 這應該是最後一圈石級 打算最後一段會很舒服 也不是,是一段曲尺形的樓梯 慢慢淵源而下 超級不好走 這張篷也看到了 人聲說什麼都聽到了 到了 到了 看到10號步道的十字大標示 OK 到了 還有十幾秒 十秒 九 八 嘩,完成了 來到十號這張圈 整出來 十號步道 剛剛我們在九號步道 登山 現在床難度 九號是零度 或者零點一 是比較少的難度 十號步道 很多路律 有些成八度 好小 然後落上山 然後落上山 会比较辛苦 假如想舒适一点 9号步道上 9号下回来 所以每个人都没有走多久 每个人都是9上9下 10号步道很难走 每个人都会让2级去 因为似乎是很美 不会有危险 所以让2级去 好了 下期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3号目 2号目 3号目 3号目 4号目 1号目 3号目 4号目